捐定善款 让爱心加值 继续我这样看慈忌 邀请财经专家 从资产管理的角度 提供他们的建言 慈忌真的是一个 跨国新的大主持 已经不是一个台湾的小团体 所以它所面临的一个 国际金融的变化环境 是远比在台湾的金融市场 来得险峻的 就一个善良的 基金管理人的责任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避免这个钱贬值 因为我如果募了100块钱 我是分齐这个钱才会出去的 可是因为通膨 原来这100块钱 假如可以买10个便当 可是因为通货膨胀 到后来我只能买8个便当了 从某个角度来讲 好像捐款的人的爱心就贬值了 我会希望这个资产 它可以随着 至少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加 资产也可以随着增值 不会被通膨吃掉 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 这个善款是完完整整 百分之百的这个钱 可以到灾民手上 当我们在谈投不投资的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更应该谈的是一个 妥善的一个资产的规划 而这个资产的规划呢 并不是主动去追求报酬 主动去追求获利 而是应该被动地来看说 怎么样才可以规避风险 然后可以好好的守护 每个人所贡献出来的善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